来 三 二 一 石头剪刀 不 杨周公没有出剪刀 教练 为什么是这样 先不代表一定不好 对 邓杰想上 所以我上了 就靠你了 拿200票回来 你好 很早之前 我很喜欢音乐 但是我家里面不给我买乐器 身边的朋友很多 在家里面比较富裕 或者是很奢侈地 给孩子买了这些东西 但他们都不大回事 就是放在那里就放在那里 我就想写我自己的亲身感受 我对音乐的爱 就是长久地陪伴 虽然我没有最好的钢琴 最好的乐器 但它就是我最好的陪伴 邓杰是值得期待的 每天 渴望一台钢琴陪我 它可在 信念刻在身体被包围 每天 内心原因一样高明 这姿态 除了她心里都空白 他们都 对你的爱 又入口水平静 内心更是要摸缺气 尤其他人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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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感觉 是习惯又规律 他们都不愿意 去聆听 没有意思 不够很长久 不用去猜 但有人在 I wanna catch you 有你沉入大海 不用去猜 不用去猜 哪有人在 I wanna catch you 有你沉入大海 Every night 渴望一台钢琴陪我 它可在 信念刻在身体被包围 Every night 和内心原因一样高明 这座台 除了她心里都空白 他们都 对你的爱 又入口水平静 内心更是要摸缺气 Even if the hand Every time 每当感觉思绪 宽幻又临近 每当到我们都 没有意思 不够很长久 不用去猜 但有人在 I wanna catch you Yeah Oh yeah 但有人在 I wanna catch you 有你沉入大海 聽完好舒服 嘿嘿嘿 聽完好舒服 這個有感覺嗎 有感覺 完全有感覺 你是真的我覺得 我很喜歡的一個歌手 這樣 對 我立刻被他圈粉 我有看播出嘛 那時候就很喜歡 就是你講他第一次的表現 對 就非常的投入 感覺看完他這首歌 我感覺是特別自然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還是挺喜歡的 你看到他其他舞台 你可能會愛上他 嗨 嗨 小心 看反方會派誰出來 哦 哦 哦 小宇哥 小宇哥 哦 第一歌合唱出來了 小宇老師 哦 跟孫盛希一起 這個厲害了 哇 這個厲害了 這兩個人是 強強聯手 我們今天帶來的歌是叫 愛 現在 我們沒有能力改變過去 也沒有辦法預測未來 所以我們能夠享受的 就是這兩分半的時間 然後眼裡只有對方這樣子 Yeah man 我們準備一下 好 去好好準備一下 哇 好精采 我好想看這個 這個誇張 他們就是那種 一加一會大於二的那種作法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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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靠著我的肩 卻想著 你的未來 永遠的時間 陪在你身邊 以為那是所謂的 愛 卻忘了世界 沒那麼自卑 給一輩子 給一輩子 是千愛 我不再瞞 自己 我也不再瞞 我也不再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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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什麼都給你 我全都願意 The presents are present And now you're mine 什麼都給你 不覺得可惜 The presents are present And now you're mine 什麼都給你 我也都願意 The presents are present And now you're mine 什麼都給你 不覺得可惜 我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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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給你 Yeah 我全都願意 我 啊 什麼都給你 Yeah 我全都願意 我全都願意 天啊 想不到欸 對 好像看了一部電影 你們把你們的過程 從開始到中間有一點摩擦 到最後我們互相信任彼此 我願意把我的全部都交給你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完整 我好奇的一點 為什麼 小宇看你的時候你要逃避她的眼神 我沒有 我沒有逃避 為什麼那個眼神是拒絕 不敢跟她對視 你 不覺得可惜 一開始 這女主角 可能是懷疑 愛 要怎麼樣 愛一個人 才對 她不太確定 而且在過去跟未來 她在憂愁裡面 擔心裡面 煩惱很久 但是她在隨著歌曲的段落 她就慢慢領悟到 應該要好好珍惜那個當下 好棒 兩個人的聲音融在一起的那種感覺 真是 那個過程其實也蠻浪漫的 因為我們隔著一個板子 因為要隔音嘛 然後我們一起創作 我不再瞞自己 那個時候我們其實同時 很有默契地唱出同樣的和聲的旋律 所以我們蠻驚喜的那個時候 會不會有可能 因為這次合作 然後兩個人真的有一點 關係 有點 有點火花 有可能 不知道 但她說 我不是她的食物 她不是她的菜 不知道 開玩笑 其實寫這首歌的時候 我想著 在一起七年的男朋友 對不起 好像她總是可以給我很多好的東西 她比如說 她可以鼓勵我支持我的音樂 或者是她可以給我穩定的感覺 但是我總是給她一個不好的自己 讓她煩惱擔心 所以寫著這首歌我也領悟了很多 要 該要怎麼去愛一個人 喔 因為我其實一直有一點點反抗 藍方 反方一直在營造一種陪伴 總是一種悶悶的 有一點不理想的狀態那種陪伴 就讓我覺得很難受 但是你們的作品做得很好 這個作品恰恰就回到了一個很正面的利益上 陶志姐 我有個疑問 就我們畢竟還是音樂辯論賽嘛 會不會讓我覺得有一點點跑題呢 你覺得 我不覺得跑題 因為我在這兩分半裡面 在這個時刻就是想給她最好的 即使她當下需要的是安慰 需要的是時間 需要的是陪伴 我在當下都可以給她 那長久的陪伴對我來說 絕對會是每一個當下的累積 而累積而成的長久陪伴 但是我不會承諾她 我可以長久的陪伴你 因為我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對 所以也沒有辦法承諾對方 所以唯一能夠給的承諾就是 在這兩分半在每個當下 我給她我能給的我能承受的這樣子 好 無條件的給予 是 恭喜這兩組 最後30秒的拉票時間 那我說兩句吧 然後我覺得鄧傑想說的這個觀點 當時是我最喜歡的一個觀點 他說可能最早有一個很破的鋼琴 你一直陪著她 我也是 我最開始一把吉他才150塊 我外婆買給我的 那把吉他陪了我最久 其實是讓她讓我明白了音樂怎麼回事 我能通過她的歌 想到那個人 那一把琴和那一段時光吧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鄧傑很棒 對 突然之間說服我 就說簡單說下去 我覺得歌詞裡說的都很好了 就是享受當下 可能享受這個時刻的時候 你能得到一個最炙熱的一個愛情的瞬間吧 你能得到一個最炙熱的一個愛情的瞬間吧 謝謝 謝謝 謝謝